最近Ian 陳卓妍的新歌 《留一天與你喘息》反應非常之好 很多朋友 包括Andy 在內都很喜歡 今天我抓到他 在網上跟他聊天 讓我們分享一下音樂理念 Hello 各位香港Singer Channel的觀眾 大家好 我是Ian 陳卓妍 Ian 在我們很多人心目中 覺得你是很厲害 就是你永遠都是喜歡自己寫自己的歌 可能每一首歌都是你的寶寶一樣 那你怎樣形容這次《留一天與你喘息》 我會形容它是溫暖的 有溫度的 即是它是平淡當中會給你溫暖 即是不會是譬如有特別一句半句 是特別掛人的視訊 但其實整件事去聽就會感受到溫度 其實會不會好像你自己 覺得這首歌的性格 我又沒有這樣想 但可能自己寫的旋律 可能會跟自己的性格有點相似 即是又不會 即是可能 不會有太多很大的起伏 但可能就是 聽多幾次言談之間 就讓大家自己去領會不同的東西 即是又不會說很直接 然後歌詞上也不會說 我直接跟你說 我很想跟你一起怎樣怎樣 又或者不如我們去哪裡 但就是那個平淡當中 大家會領略到不同的東西 這也是我很想問的第二題問題 因為其實我都有留意 就是你幾年間的創作 我覺得其實你很勇敢 因為你很多時候都會 放一些很新的音樂元素 其實有什麼促使你在這個時候 即是這個環境之下 他做了一首這樣的歌 我想特別是這年多 這段期間 以及疫情之下 大家都很需要一些喘息的空間 一些放鬆減壓的時刻 因為大家可能在工作 或者在其他 可能受到環境的影響下 大家都很大壓力 各行各業都很大壓力 要應付很多事情 其實唯一想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在百忙之中 會有幾分鐘的放鬆時間 即是可能如果大家在聽我的歌 或者是這首新歌 在四分鐘之中 大家可以暫時拋開一些煩惱 真的好像一幕暖光一樣 等著大家可以休息一下 我覺得是一件 我都很想做到的一件事 即是說這首歌 其實不單止是一首情歌那麼簡單 即是可以套用到很多不同的心情 是嗎 是啊 其實我自己的角度看 它絕對不是一首情歌 它可能可以包含愛情 但是我自己其實 譬如好像我之前有寫詞的《瓊落》 即是我自己創作的作品 其實都是想大家可以有不同的切入點 即是譬如大家今天經歷完不同的事情 回到家聽這首歌 又有不同的代入的一些範疇 即是可能是因為愛情 親情友情 又或者甚至是工作有些壓力 令到自己不開心不舒服 但是可以代入到 即是在這首歌上面有些寄託 是我比較想做到的一件事 所以有沒有特別是 純粹是一首說愛情的歌 出道三年 其實三年多了應該是吧 邁向第四個年頭 你都不算MIRROR的團歌 你自己都真的做了不少的歌 有不少的風格 你怎樣去總結一下自己這幾年間的成績 還有怎樣展望你的未來 你想達到什麼新的境界 總結暫時沒有什麼 因為現在在音樂路上 都還是有很多未知 即是極其量會是一個鬥號 接下來還有很多不同的作品想推出 想讓大家聽到 因為其實我自己 譬如好像寫歌寫旋律 那我就沒有很特定說 我接下來一定要有什麼風格給大家聽 或者我之後要走那條路是怎樣 就沒有這一樣 反而是真的記錄我當時經歷的事情 又或者我當時一些 我很喜歡的音樂某些元素 我想放在我的作品那裏給大家聽到 這件事是我想做到多些 所以希望未來都是 帶到多些不同的素材給大家去聽 那我聽起來 Ian其實你都很隨心的一個人 很隨緣很隨心 就是看自己那一刻的經歷是怎樣 就會有什麼 新的BB又會出現 但我知道今年一定不會只有獨生子 一定會有其他兄弟姊妹會誕生 因為其實自己一直都沒有停過創作 所以現在手頭上都有幾首歌是 ongoing 現在已經成型的都有兩三首歌 其實兩三首的風格都有點不同 都很期待帶給大家聽到 還有我覺得創作也是一樣很隨心的東西 就好像你見朋友那樣 你每一天見到他都會有不同的話題 可能我下次帶給大家的話題就是另外一件事 只不過將他轉了做音樂 其實Ian你自己都應該聽過 很多歌迷都會覺得你的歌是很好聽 你唱歌也很好聽 其實你很結出很出色的一些作品 你也是一個好的歌手 但他會覺得你很遇世無爭 有時候會比較慢熱些 你不會很刻意為自己爭取一些什麼 很多人都會覺得 陳卓妍值得擁有更多的 當然聽到的心當然很開心 但你對於一般人這樣的看法 你自己又怎樣覺得 首先當然多謝大家的愛和支持 因為我都明白那件事 譬如當我很喜歡某一系列的電影 我也想快點出續集 快點可以追看 快點可以看到下去 但是也是很看天時地理人我 至於我自己是不是很遇世無爭 因為我自己的想法 我的想法就是一些音樂的作品也好 可能一些其他拍攝的作品也好 其實想帶給大家的都是 可能當中有一個訊息 如果可以令到大家有啟發 或者對大家有些正面的影響 或者好像我剛剛所說 純粹是聽這首歌幾分鐘 有一個放鬆的 其實已經是一個 對於我來講已經是很好的一件事 所以我又沒有 真的從來都沒有想過 我這首歌很想在上面 拿到什麼成績 或者我可以做到什麼 但是反而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大家會願意去聽 所以多謝大家會聽我的歌 我相信就是這一份你沒有刻意去經營 沒有刻意去爭取這一份的心意 反而令到更加多人 就是很感受到你在歌裡面的誠意 所以你的Hello 大家我想更加會追隨 更加會期待你更加多不同的作品 所以Ian 今年期待你更加多的BB出生 加油 多謝 Thank You